买彩票中了一个亿后,老公带着小三登堂入室,并扔给我一纸离婚协议书,我们离婚吧,天天已经怀孕了。 小三也在一旁添油加醋,姐姐,为了哥哥公司的前途,放手吧。 我强忍着我的笑意,太好了,终于自由了,男模,我要点十个。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手哆哆嗦嗦地对了好几遍彩票的号码。 一个亿,没想到我随手买的一张彩票竟然中了一个亿。 我激动地想要当场不顾形象跳起来,太好了,赵瑜的公司有救了。 赵瑜是我老公,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毕业后结了婚。 他选择创业,开了一家公司,我也一直没有上班,专心帮他打理公司。 可近几个月来公司连连亏损,眼看就要倒闭,急需一大笔钱来维持经营。 而这一个亿完全能够解决眼前的困境。 有钱了,我决定奢侈一把,今天不扫单车了,打个车回去。 我刚一开门,就听见了一女人的声音,家里有客人。 只见赵瑜坐在沙发上,怀里还抱着一个年轻的女孩。 这个女孩,我有印象,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刘甜甜,人如其名,长相甜美,深受公司,男同事的喜欢。 两人见我来了,却丝毫没有分开,反而抱得更紧。 赵瑜的声音有些许不自在,碎碎。 刘甜甜倒是脸皮厚得很,丝毫没有一丝的尴尬,和碎姐。 说吧用胳膊肘碰了碰赵瑜。 赵瑜随即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纸,和碎,想必你也看到了,我们离婚吧。 我十分疑惑,为什么? 赵瑜大声喊道,为什么? 你关心过我吗? 每次起床,除了你搭配的衣服,我都见不到你。 晚上,你给我做完饭后,也不见身影。 你知道我一个人吃饭,多么孤单吗?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孩子,却迟迟不肯生。 我简直要被气笑了,我早出晚归操心公司的事,到头却被说我不关心她。 明明当初说好三年内不生孩子,到头来却被倒打一耙。 赵瑜继续说道,甜甜已经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 刘甜甜也娇嘀嘀嘀说道,姐姐,你也知道哥哥的公司现在经营困难,你家里穷得叮当响,又帮不了她,为了她的未来着想放手吧。 好一对渣男贱女,赵瑜就是个垃圾,留甜甜什么眼光,什么垃圾都要,今天能为了钱抛弃我,明天就能为了钱踹开你。 我摸了摸包里的彩票,扫了一眼狗男女,离婚可以,你是过错方,给我精神损失费。 赵瑜盯着我,你要多少钱,除了公司,房子,车都归我。 赵瑜一听瞬间怒了,何遂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直接威胁,不给,我就不签字离婚。 我看向刘甜甜,你永远是小三,你的孩子是私生子,还有别怪我去你家公司闹。 两人皆说不出来话,刘甜甜拉了拉赵瑜。 思索片刻后,赵瑜十分不情愿说道,好,几天后,我顺利拿到离婚证。 把赵瑜的房车全都卖掉后,转头就去对了一亿彩票。 做了发型,买了新衣服后,拉着好闺蜜陆可可,就去了夜店。 在劲爆的音乐声中,陆可可一副见了鬼的样子,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结婚后,不来这个地方了吗? 我开心地喝了口酒,我离婚了。 陆可可却丝毫没有意外,好姐妹,她是不是出轨了? 我早就看这个赵瑜不是个好东西。 我当初那么劝你,你还是和她结了婚。 我有些疑惑,你怎么知道? 陆可可将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姐妹,我从小跟着我妈打我爸的小三小四小五,不知道见过多少人,目前我认为的好男人只有一个人。 嗯,有钱人的生活我不懂。 我还没等陆可可开口,主动说道,叫男模吗? 至少十个,我请客。 陆可可,叫,不过怎么能让你请客呀? 为了庆祝姐妹恢复单身,我请。 片刻十个风格各异的男模围绕在我们身旁。 一个个长得比电视上的明星还要帅。 我看着其中一个人的腹肌简直要流口水。 见我喜欢,他直接拉着我的手放在了他的腹肌上。 另外一个男模给我喂着包好的葡萄。 这时候,一阵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 河岁,你在做什么?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我寻声望去,只见不远处是穿着清凉的赵玲,赵瑜的妹妹。 哟,还真是冤家路窄呀。 自己这钱小姑子,以前可没少为难自己。 当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当初自己因为忙于工作, 对穿衣打扮也不怎么上心, 说自己穿着土里土气, 有损他们家的颜面。 为了让他改观, 我还咬牙给他买了一个几万块的包, 可他依旧对自己没有一句好话, 反倒是自己送的包用得挺开心的。 自己只当他年纪小不懂事, 并没有和他一般计较。 现在想想自己还真的傻得可怜。 都上大学了,早就不是小孩了。 我扭头看向了身旁喂葡萄的南模, 南模也很有眼色, 把葡萄喂进了我的嘴的。 我随意地扫了一眼赵玲。 赵玲见后气冲冲地踩着小细根走了过来。 走近后大声喊道, 何岁,真是你呀。 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呢。 我抬起刚刚做了指甲的手, 修长白嫩的手指, 配上精致的美甲, 在梦幻的灯下显得更为美丽。 我漫不经心答道, 是我,怎么了? 赵玲的语气像是我给她戴了顶绿帽子一样。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一,两千三百一十, 十个你对得起我哥吗? 我哥在外面辛苦挣钱, 你却在外面养野男人。 还有你这包, 你这衣服, 你这头发, 你就是这么败家的呀。 我们家的钱全都让你给败了。 赵玲的话像是连猪炮一样打来。 我直接回怼, 还当真以为我是以前的软柿子任人拿捏呢? 我做什么了? 我花你的钱啊, 我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享受一下怎么了? 你哥在外面辛苦挣钱, 就你哥那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还能挣得到钱。 公司的业务不都是我在谈吗? 你们可倒好, 觉得你哥牛逼的不行, 塞进来各种关系户, 这下好了公司黄了, 真活该。 赵玲可能想不到我会回怼, 你瞎说什么呢? 随后反应过来, 破口大骂道, 你个贱人你说什么呢? 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我看了一眼在旁边憋笑的陆可可, 来呀, 有本事你来呀, 赵玲在家对我作威作福惯了, 直接不管不顾就向我冲了过来。 我挥了挥手, 身后的男模直接挡在了我的身前, 不愧是花了大价钱的, 这两个男模身高都在一米八五以上, 就像是两堵肉墙一样挡在我前面。 赵玲直接大喊道, 让开。 但两人动也不动, 随即摸了一下儿反说道, 经理, 这里有人闹事。 赵玲气愤的不行, 对两人拳打脚踢起来。 我直接在后面喊道, 两位帅哥, 一会给你们小费, 受了伤的话, 要费翻三倍。 陆可可再也忍不住了, 放声大笑了起来。 没办法, 我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 很快, 经理就赶了过来, 赶忙指挥保安, 拉开了赵玲。 两个男模随即也让开了, 我直接挥手让他们过来, 拿出刚买的水果十五, 打开付款码。 随后两人高兴喊道, 谢谢姐,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我们上刀山下火海, 万死不辞, 我摆了摆手, 身上有什么不舒服再来找我。 经理随后毕恭毕敬说道, 尊敬的客人, 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不愉快的体验, 这样今晚的消费给您打七折。 我直接拒绝, 不用。 经理看向了赵玲, 赵小姐, 刚刚已经和你说了, 紫辰今天陪客人了, 你在大厅闹也就算了, 还在这里骚扰我们尊贵的客人, 如果再发生这种事, 我们就要禁止你进店了。 赵玲被人架着依旧大骂道, 何岁, 你这个贱人, 别忘了你已经结婚了, 你恶不恶心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 我十分嫌弱地说道, 结婚了就不能离婚吗? 真有病。 赵玲十分不敢相信说道, 你和我哥离婚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丝毫不留一点, 颜面皆老底, 说我伤风败俗, 你搁婚内出轨找小三, 让小三怀孕就光彩了。 赵玲直接震惊了, 你胡说。 我胡说, 我还是回去赶紧和你妈商量, 迎接这位新嫂子进门吧, 不然肚子大了就不好看了。 随后我摆了白手, 经理直接将赵玲嫁了下去, 不再理会赵玲的大喊大叫。 我们也不想再完了, 直接订了个总统套房。 柔软的大床上, 陆可可直接拍着我的肩膀, 何岁岁, 你现在堕落了, 为了美人一致千金, 怎么着中彩票了? 我装作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 陆可可直接激动地吐蕃鼠尖叫, 真是啊, 中了多少啊? 我直接伸出一根手指, 陆可可一万, 我摇头, 陆可可一百万, 我继续摇头, 陆可可语气已经变得激动了, 一千万。 我继续摇头, 陆可可, 一个亿, 我缓慢地点了点头, 陆可可直接抱住我, 狗富贵莫相望, 我直接撇嘴, 得了吧, 大小姐, 这一个亿, 对你们家来说, 不就是九牛一毛啊? 陆可可摇头, 你不懂我的痛, 我的钱全被他给管了, 四日一早, 我还没有睡醒, 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我忍无可忍, 直接拉了拉被子, 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 陆可可再也受不了, 起身下床, 去开了门, 干什么呀, 大早上得让不让人睡觉啊? 随即门外传来了一阵嘈杂说话声, 说话声越来越近, 我的起床气很严重, 直接把脑袋蒙在了被子里, 突然一阵凉快, 被子像是消失了, 一当掠耳的男生想起, 陆可可你真的出息了, 还出来开房, 这个眼男人是谁? 我不悦睁开眼, 眼前的男人一身高定西装, 长相更是堪比昨天的男模, 一旁的陆可可 却一凡往日张扬明艳的样子, 反而就像是安纯一般低着头, 眼前男人的脸肉眼可见红了起来, 快速转过身去, 我揉了揉眼睛, 看向陆可可, 她是谁呀? 男人悦耳的声音响起, 真的很抱歉, 可可是我妹妹, 她年纪还小我怕她被人骗, 一时心急才做出如此举动, 我换了身衣服, 男人坐在我们面前, 整个人散发出一种生人物尽的气场, 我和陆可可小声而语, 你哥, 怎么没听你说过? 陆可可, 在国外待了七年, 刚刚回国, 男人主动介绍说道, 陆修, 想必是何小姐吧, 我点了点头, 陆修继续说道, 真的很抱歉, 何小姐, 我听可可说起过你, 我碰了碰陆可可小声滴语, 你还和她说过我, 陆可可, 你没结婚前, 咱们一天二十四小时, 腻在一起, 跟连体婴儿似的, 我能不说吗? 当年我是想把你介绍给我哥的, 谁知道你看上了那个人渣, 陆修明显听到了我俩的说话声, 倾咳了一下, 我低声道, 闭嘴巴你, 陆修看了一眼手上价值不菲的表, 时候也不早了, 和小姐你住哪呀, 我送你回家吧, 我看向陆可可, 我去你家住几天, 陆可可疯狂点头, 好啊, 好啊, 刚走到门口, 陆可可一摸口袋喊道, 哥你俩先走, 我手机放房间里面了, 我已经见怪不怪, 陆修似乎也已经习惯, 刚走到电梯口, 身后熟悉的声音传来, 和碎, 我下意识地回头, 还真是冤家路窄, 这不是自己的前夫吗, 赵瑜气势汹汹走了过来, 和碎, 还真的是你呀, 昨天听玲玲说, 你竟然去找男魔, 还一找就是十个,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欺负玲玲, 随后又看向陆修, 好啊, 都学会和小白脸来开房了, 怎么总有些神经病, 在自己眼前晃悠, 你没事吧, 我们离婚了, 你有什么资格, 管我和谁在一起, 赵瑜依旧一副, 自己是他的私人物品一般, 是, 我们是离婚了, 但是才这么短的时间, 今天你就和男人一起鬼混, 做人要自爱, 你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叫唤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狗东西, 不对说狗东西, 还侮辱了狗, 还没离婚呢, 就和小三搞在一起了, 四生子都弄出来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 赵瑜被我对得说不出来话, 你, 你, 一股脑把怨气撒到了陆修身上, 一个大男人干什么不好, 有手有脚的偏偏靠女人吃饭, 当小白脸, 这人纯纯就是个SB, 逮谁咬谁, 陆修和这件事情并没有关系, 我气得想和他理论, 陆修却抢先说道, 能够靠女人吃饭, 这也是我的资本, 你有这个本事吗? 说吧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赵瑜, 露出了蔑视的眼神, 陆修很高, 气场强大, 硬生生地压了赵瑜一头, 这时候电梯来了, 陆修直接拉起了我的手, 进了电梯里, 我愣了片刻, 随后在即将关闭的电梯里, 看见了赵瑜气红了的脸, 陆修的手很温暖, 我急忙抽出了手, 道谢道, 谢谢啊, 刚才为我说话, 陆修却反问道, 为什么会看上他? 我思索了片刻, 可能是当时脑子里进了水, 不过现在好了, 水都排出来了, 我们到了地下停车库, 陆可可不过片刻, 也和我们会合了, 陆可可一上车就喊道, 你们怎么不等, 我自己就先走了呀, 我解释道, 说来话长, 陆修直接启动了车, 过了很长时间, 我有些奇怪, 一个小时过去了, 怎么还没有到, 这家酒店距离, 陆可可在市区买的大平层, 不过半个小时的车程, 这也没有堵车呀, 我小声在陆可可耳边问道, 怎么还不到你的大平层啊, 陆可可如梦初醒说道, 对呀, 哥怎么还不到我市区的房子啊, 陆修, 抱歉, 我以为你们要回老宅, 我心中一阵呼啸, 用眼神暗示陆可可, 快想办法呀, 我不要去你家, 陆可可马上接受了我的暗示, 哥, 岁岁说他很想去, 陆修的声音都便愉悦了几分, 是吗? 正好今天下午有一个晚会, 和小姐一定也要来参加呀, 我直接上手挠陆可可痒痒, 陆可可边笑边说道, 碎碎说他很想参加, 我真的恨不得掐死陆可可, 很快到了陆家老宅, 处处都透露着两个大字有钱, 我和陆可可妈妈以前就见过, 她对我也很喜欢, 下午的时候, 陆修还给我送来了礼服, 并找来了化妆师来化妆, 这让我本想装病的计划也落了空, 晚会设在后花园, 陆可可也一改往日吊儿郎当的样子, 穿了高跟鞋, 我去帮我妈迎宾了, 你先自己玩吧, 我点点头, 又随意拿了杯桌上的酒, 喝了一口还挺好喝, 这时只见赵鱼挽着刘甜甜的手, 出现在不远处, 我们的视线正好相撞, 赵鱼快步走了过来, 将我拉到一旁小声急切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别来这丢人了, 赶紧走吧, 简直是莫名其妙, 遇见这个, SB我还没嫌晦气呢? 这时赵鱼的尖叫声响起, 只见陆修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身后, 将赵鱼从自己身边拉走了, 赵鱼神色痛苦, 看见陆修后瞬间变得底气十足, 这时刘甜甜也走了过来, 赵鱼满脸猙獰, 原来是你这个小白脸, 你怎么混进来的呀, 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奉劝你赶紧离开这里, 不然我就叫保安了呀。 听这种口气, 不知道的, 还以为赵鱼是这家的主人呢? 客人皆被吵闹声吸引了过来, 陆可可忙完了也走了过来, 这是怎么了? 随后看见刘甜甜一惊, 你怎么在这? 赵鱼看见陆可可也是一愣, 是你。 陆可可一直不喜欢赵鱼, 两人见得很少, 陆可可更是低调得很, 我也是大学毕业后才知道他的身份。 陆可可十分嫌弃地看着赵鱼, 哟, 死人渣也来了。 赵鱼立即大声喊道, 你说什么呢? 但刘甜甜马上拉了一下赵鱼, 别说了。 赵鱼根本不理解刘甜甜的意思, 一脸茫然。 刘甜甜对上陆可可, 明显气焰都弱了几分, 我妈说今天哥哥回来, 让我来看看。 陆可可面色不善, 打量着刘甜甜。 刘甜甜像是妖公一样急切说道, 姐姐, 这两个人鬼鬼祟祟混进宴会, 肯定是图谋不轨。 随后便嚣张地看向我和陆修。 听到刘甜甜叫陆可可姐姐, 赵鱼马上十分难以置信地 看着刘甜甜。 刘甜甜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 我直接碰了碰陆可可问道, 这谁呀? 陆可可更是毒舌得很, 丝毫不留一点情面。 哦, 我爸的私生女, 没有继承权的那种。 刘甜甜听后面色一黑, 随即又看向我说, 姐姐, 你们认识啊? 陆可可直接看向陆修, 认识啊, 而且是我哥邀请来的贵客, 对吧哥。 刘甜甜更是吓得脸都白了, 姐姐, 这就是哥哥呀。 陆可可丝毫不给他们一点的面子, 叫谁哥, 叫谁姐呢? 我妈可没有给我生妹妹。 陆可可随后直接挥了挥手, 叫来了保安, 以后注意点, 我们家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 赵瑜则是一脸的不甘心, 但这几个人都惹不起, 反而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我直接翻了个大白眼, 活该。 陆修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看到这一切没有丝毫地被影响心情, 反而气定神闲地站在了台上, 洋洋洒洒地开始了演讲。 第二天吃早饭时, 陆修问我有什么打算。 我思考了一下, 先回公司一趟, 再回趟老家, 有点想爸爸妈妈了。 陆可可在一旁欢呼着, 我也要去。 碎碎他们家在南方, 超级好看。 陆修直接看了他一眼, 陆可可直接默默闭上了嘴, 陆修却主动对我说道, 你送你去公司吧, 正好顺路。 啊? 我刚想拒绝。 陆可可也在一旁阴阳怪祈祷, 让他去送吧, 顺路。 还特意咬中了顺路这两个字, 这边打车也不是很方便, 我只好坐上了陆修的车。 很快就到了赵瑜的公司, 我感谢了陆修后, 下了车。 此时已经到了上班地点, 已经有不少的同事已经到了。 看到我来了之后, 纷纷诉苦道, 碎碎姐, 你来了? 是来上班的吗? 我微笑摇了摇头, 以前和我关系不错的小周见到我后, 更是眼睛一亮, 碎碎姐你变得真的好漂亮啊。 那可不是, 钱是真的养人。 我看空了大半的办公桌, 怎么这么多的人都没来啊? 小周将我拉到一旁, 小声说道, 什么呀, 被关系户挤兑的挤兑, 又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 就都走了。 我有些唏嘘, 这个公司也是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 更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小周又八卦地凑了上来, 碎碎姐, 听说你和赵总离婚了。 也真没什么需要遮掩的, 我直接说道, 对。 这时赵瑜的声音响起, 何岁, 我真的小瞧你了, 才离婚几天呢, 就攀上陆少爷了。 抬头看去, 只见赵瑜一夜之间, 似乎苍老了不少, 黑眼圈很重, 胡子拉叉, 从楼上走了下来。 见到我像是见到了什么仇人一般, 你现在可是威风得很啊, 但陆家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你 这么个离了婚的女人? 一心想要攀高枝的凤凰男, 破防了吧? 我撩了撩自己花了大价钱保养的头发, 你还是多关心一下你自己吧, 想要当凤凰男攀高枝, 结果却发现自己攀的这个高枝是假的, 你说好不好笑啊? 赵瑜被我气得说不出来话, 你。 我继续回怼道, 你什么你啊, 你还真是傻得可怜, 人家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凭什么看上你, 你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 难道你就一点都没有怀疑过, 陆家的大小姐, 为什么姓刘吗? 赵瑜更是气得双眼通红, 我简单收拾了下我的东西, 最后对赵瑜说道, 加油赚钱吧, 别孩子出生之后连奶粉都没有。 我刚走没两步, 赵瑜就跟了上来, 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 你说什么, 这一切还不都是拜你所赐, 小周在一旁也是吓得不轻, 大声尖叫着, 我的脖子生疼, 几乎就要喘不上气, 随后开始拼命挣扎, 以前的同事纷纷向前, 想要帮我, 赵瑜似乎想要杀了我一样, 你个水性洋花, 爱慕虚荣的女人。 这时赵瑜却被人一拳打在了脸上, 其他的同事也急忙拉开了赵瑜, 我也趁机挣脱了束缚, 我此时终于能够呼吸了,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我以为是哪位同事帮了我, 一扭头竟然是陆休, 他不是走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陆休立刻关切地问着我, 没事吧? 我摆了白手, 但脖子的痛意还是不断传来, 赵瑜原本暴怒的表情, 就和浩子见了猫一样, 脸上浮现出了几分的距异, 说话更是变得结结巴巴了起来, 陆总。 陆休又恢复往日不喜形于色, 看不出情绪的样子, 只说了两个字, 废物。 随后看向了身后的员工, 这家公司的现状大家也已经看到了, 我们公司早期和贵公司合作过, 知道这是一个优秀的团队, 不知诸位是否有意向加入我们公司。 小周拿起了陆休像是写真集的商业杂志, 和剩余的几位同事疯狂点头。 这牛逼直接在老板的面前挖墙角, 天天这个老板连个屁都不敢放。 陆休看了一眼手上的腕表, 走吧,快到时间了。 我迷迷糊糊上了陆休的车, 我再一次道谢, 真的很感谢你, 今天替我解围。 陆休只是随意说了一句, 举手之劳。 不过,你怎么出现得这么及时? 我心中立马浮现出来一种猜想, 难不成你一直在楼下等我。 陆休并没有说话, 像是默认了。 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也不是什么傻子, 这简直就是红果果的暗示啊。 很快就到了车站, 广播已经开始播报, 已经开始排队进站了。 我飞快跑进了大厅, 但还是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 在人来人往的人群中, 陆休一身高级定制西装, 187的身高在人群中十分醒目, 此时正在远远地看着我。 我匆忙刷身份证进站, 坐上了回家的车, 车已经启动了, 但我的心跳还是没有平静下来。 眼看马上到家, 我刚走到转角路口, 就听见了争吵声传来。 只见远处已经围了不少的人。 何景怀, 你看你们家教出来的好女儿, 真的是不要一点脸啊, 不守妇道, 为了钱在外面勾三搭四。 这声音耳熟得很, 有点像是自己的那个前婆婆。 另一道声音传来, 王大花, 你在这里狗叫什么呢? 是妈妈的声音。 另一道儒雅的男生响起, 你不要瞎讲啊, 我家岁岁可不是这样的人。 你是有证据吗? 是爸爸的声音。 围在一起看热闹的街坊邻居, 纷纷小声议论着。 王大花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证据, 我儿子我女儿亲口告诉我的, 这还能有假? 王大花难听的话, 就跟连猪泡一样, 真的就是不要一点的脸啊。 我儿子多好的一个人啊, 偏偏娶了你闺女那个婊子。 我妈的声音骤然抬高, 你说什么呢? 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我急忙跑了过去, 只见两个人都快要打起来了。 街坊邻居见我来了, 也纷纷让开。 我大声喊道, 都别吵了。 爸妈见我回来了, 大吃一惊, 碎碎。 王大花也是一愣, 随即直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你个不要脸的玩意, 居然还敢回来。 我不知道赵瑜兄妹是怎么和自己妈说的, 但依照自己对这个婆婆的了解, 就是不是我的错, 也能说成我的错。 我反驳道, 按理说你是长辈, 我不该这么说话, 但是您也不该以老卖老啊。 我又加大了音量, 明明是你家赵瑜为了钱, 在婚内期间出轨付家女, 连孩子都怀上了。 我不信赵瑜这个妈宝男, 没有和你说吧。 王大花的眼神躲闪一下, 随后又说道, 瞎说, 明明是你出乱稿。 玲玲都和我说了, 我冷笑一声, 我出去乱稿, 我和赵瑜早就离婚了。 他又不是死了, 难不成我还要替他守寡。 和大花继续胡搅蛮缠, 你个小贱人, 还敢咒我儿子。 和这种人简直就是不能沟通, 我直接放大招, 你还不知道吧, 你儿子棒上的千金是个假的, 只是人家的私生女, 还是没有继承权的那种。 王大花听后, 随即马上说道, 你瞎说, 那可是陆家的小姐, 怎么可能是假的? 此话一出, 围观的众人纷纷像是炸开了锅。 王大花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肉眼可见地慌张了起来。 我继续重拳出击, 假的就是假的, 陆家只有一个女儿。 对了, 你还见过, 我和赵瑜结婚的时候, 他来当伴娘, 你当时还嫌弃人家话多。 王大花被我说的也有些怀疑, 我死死盯着他, 你要是再敢给我造谣声势, 我报警告你, 诽谤是小, 陆家可不是吃素的。 说罢就拉着爸妈进了门, 爸妈两人更是满肚子的疑问, 一到客厅, 妈妈就忍不住抢先开口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和赵瑜离婚了? 我深吸一口气说道, 对, 事情就是我刚刚在外面说的那样, 赵瑜出轨放了个假千金, 我们就离婚了。 我妈像是见鬼了一样, 你怎么一点都看不出伤心啊? 伤心, 拜托, 我中了一个亿的彩票啊, 又踹了一个渣男, 我为什么要伤心? 为了避免吓到爸妈, 我微微一笑, 爸妈, 我早就已经想明白了,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 不到处都是吗? 更何况还是一个渣男? 我妈戳着我的额头, 你这个死丫头, 你早干什么去了? 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们轮番劝你, 你就跟吃了迷魂汤一样, 非这个赵鱼不可。 我爸在一旁笑得跟朵花似的, 好了, 咱们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了, 你还不赶紧做饭去。 第二天, 我就带着爸妈去买了妈妈喜欢很久的翡翠镯子和爸爸喜欢的毛笔。 两人嘴上都说着不要, 但嘴角都没下来过。 逢人就炫耀, 自己家的女儿长大了。 在家的生活过得十分快乐, 一天, 我们正在客厅里看电视, 突然来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只见赵鱼扑腾一声就跪了下来, 爸, 妈我对不起碎碎, 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几天不见, 赵鱼整个人简直是大便养。 赵鱼的莫名其妙一跪, 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做何反应。 赵鱼继续痛哭流涕说道, 爸, 妈我错了, 但我已经认识到了错误, 我保证肯定没有下一次了, 你二老就帮我劝劝碎碎吧。 随即赵鱼快步挪到了我身前, 碎碎, 是我对不起你, 但你想想,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又读了同一个大学, 我们之间即使没有爱情, 也是有友情的呀。 我十分讨厌他, 你放开我。 这时, 王大花也出现在了身后, 一改往日对自己趾高气扬的态度, 十分别扭地说, 亲家都是街里街放住着的, 两人孩子关系也不错, 也不能闹得太难看。 随后, 王大花催促身边的赵鱼, 还不赶紧给你嫂子道歉, 只见赵鱼十分不情愿, 甘爸爸说了声, 对不起, 随后便马上扭过脸去, 真是一家子奇葩, 你的那个千金小三呢, 都快要当爸爸了, 还不赶紧去照顾他。 赵鱼立马划清界限说道, 碎碎, 放心我早就和他分手了, 孩子也已经打了, 我心中只有你, 我爱的只是你, 我差点把早上吃的饭都给吐出来, 这人当我是傻子吗? 赵鱼继续说道, 碎碎, 我知道你和陆小姐和陆总的关系都不错, 我求求你帮帮我吧, 只要你开口, 二三百万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简直无语, 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来的, 赵鱼接下来的话, 更是把我雷得外焦里嫩, 我知道那个陆少爷喜欢你, 放心我不会阻碍你们的, 我们偷偷的, 没有人会发现的。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你脑子没有病吧,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能不能别出来恶心人了? 赵鱼继续大声哀嚎道, 我求你了碎碎, 你现在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我直接威胁道, 你再不走, 我就报警了。 赵鱼见我完全不信他的鬼话, 索性也不装了, 直接站起身来, 和遂, 你他妈不要给脸不要脸。 我们离婚的时候, 车和房都给了你, 听说你都卖了钱了, 钱呢? 给我。 我简直恨不得一脚把他踹飞, 离婚的时候, 你是过错方。 这是你自愿给我的, 离婚协议写得很清楚, 赵鱼就和疯了一样,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给我。 一见这种情况, 我爸妈赶紧上前来帮忙。 赵鱼的妈妈和妹妹也凑了上来, 场面瞬间就变得混乱不堪,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我寻声望去, 是陆可可, 后面还跟着陆修。 赵鱼吓得瞬间就后退了几步, 陆可可瞬间就扑到了我身上, 碎碎, 我可想死你了。 我有些疑惑, 你们怎么来了? 陆可可撇了撇嘴, 当然是我想你了, 绝对不是我哥想你了。 一旁的赵鱼一家人, 什么都不敢说。 陆可可见到他们, 就开始激情开脉, 你们这群不要脸的东西, 竟然还有脸来。 还敢威胁碎碎, 信不信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几人根本就不敢说话。 陆修直接放狠话道,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要是你再敢为难碎碎, 不管你们躲到什么地方, 我都不会放过你, 我陆修说道做道。 这时警察也到了, 我早就知道这家人的德行, 所以弄了个一件报警。 警察简单了解了情况, 就把几人带走了。 我爸妈看到眼前的发生的事, 也是十分不解。 我赶紧介绍说道, 妈, 这是可可, 你们见过的? 我指着陆修说道, 这是可可的哥哥。 陆可可是个自来熟, 立马就凑了上去, 伯父伯母, 你们还记得我吗? 我爸妈连声答应, 记得, 记得。 只见陆修从身后保镖手中 接过来大包小包的礼物, 初次拜访, 这是给您二老代的礼物。 我爸妈也招呼道, 都做吧, 我给你们倒茶。 陆可可和陆修和我爸妈交谈甚欢, 还留他们两个吃了顿晚饭, 我反而像是个外人一样, 都插不上话。 到了晚上, 陆修将我直接叫到了后面的凉亭内, 直接开门见山说道, 岁岁, 想必你也知道了我的来意, 我喜欢你, 真的很喜欢你, 我们能不能试着交往一下。 我紧咬着下嘴唇, 看着远处天上明亮璀璨的星星, 思考良久道, 对不起, 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事。 说完就落荒而逃, 一路跑回了房间。 陆可可八卦地问道, 怎么样啊? 我摇了摇头, 陆可可马上明白了, 啊, 你竟然拒绝了, 我哥那么好一个男人。 我叹了口气, 你哥哥是很好, 但是我刚刚才经历了一段失败感情, 离婚后我才发现, 我在这段感情中, 像是丧失了理智, 几乎放弃了亲情, 友情甚至丧失了自我, 完全为一个男人而活。 我现在真的不想这些事了, 以后再说吧。 陆可可听后也表示理解, 抱了抱我。 这时候手机响了, 是陆修, 碎碎, 是我太唐突了, 但我不会放弃的。 我会用行动让你看见我的决心。 番外, 我叫陆修, 自小家中生活优渥, 父亲因为家族利益与母亲结婚, 母亲却当了针, 以为父亲是因为爱情才结的婚。 他们人前是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人后母亲歇斯底里痛骂父亲的不忠, 每次父亲连个眼神都不曾施舍, 摔门而去。 多少次母亲都抱着我哭泣, 痛苦喊道父亲为什么会这样, 并告诫我千万不要做父亲这种人。 我心中实在是厌恶, 为什么人前令人尊敬, 待人彬彬有礼的父亲背后却是这样。 长大后追我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却十分抗拒, 我怕我会变成像是父亲一样的人。 我更担心自己的妹妹会被人骗, 所以每天打电话查岗, 并派人监视她的行踪。 我妹妹可可是个很善良的女孩, 每天我打去电话, 她总是说, 哥,我和岁岁在一起玩呢。 我看着每天传回来的照片, 可可的身旁是一个青春洋溢的女孩, 留着披肩长发, 大大的眼睛, 这就是可可口中的碎碎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可开始神秘兮兮说, 哥,你要老婆不要, 我家碎碎青春冒美女大学生, 你绝对喜欢。 开始我并未放在心上, 可可说的次数多了, 我开始留意这个碎碎, 看每天从国内传回来的照片, 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情。 直到可可大学毕业后, 哭着给我打电话, 哥,碎碎要结婚了。 听到这话, 不知为何, 心中竟然有些空落落的。 我做出了当时最不理智的事情, 不顾第二天重要的会议, 连夜买了机票回了国。 我来到了婚礼现场,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碎碎, 他穿着白色婚纱, 本人更漂亮, 此刻正笑意盈盈地和另一个男人交换了戒指。 我心中更痛, 这次回来我谁都没有告诉, 只看了一眼, 就回到了当国。 我坐在房间里, 翻了一页这四年的照片, 最后将其郑重地放在了纸箱子里。 我再次见到碎碎, 听到可可随口说道, 他竟然离婚了,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压得下心中的狂喜, 心中下定了决心, 这次我不会再放手, 即使他暂时拒绝了我。 我拜托可可帮我打听碎碎的行踪, 他去了很多地方, 国内外去了个遍。 我尽可能默默去追随他的脚步, 直到他去了淡国。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碎碎好心帮了个小孩, 钱包却被偷了。 我撑着伞走到他身边, 走吧。 碎碎十分惊讶我的出现, 此时的雨越下越大, 这地方距离我从前住的房子并不远。 我带他回去后,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 一直在对我道谢, 说为什么我总是出现得这么及时。 只有我知道, 所有看似的巧合, 其实都是我的早有预谋。 我让碎碎睡了卧室, 我睡了沙发。 半夜, 碎碎突然大声尖叫了一声。 我急忙去看, 自己封存的照片已经撒了一地。 碎碎, 对不起, 刚刚我听到了像是老鼠的声音, 结果却把这个箱子给踢坏了, 我马上帮你捡起来。 我急忙阻止, 却已经来不及了。 碎碎捡起了几张照片, 这不是我吗? 我赶忙解释, 我不是故意偷拍的。 我又把事件的起因, 原原本本解释了一遍。 碎碎有些愣神, 我再也抑制不住我的情感。 碎碎, 我真的好喜欢你。 从第一次在照片上看见你, 再见到你爬过蜿蜒险峻的雪山, 走过广阔无际的草原, 再到和你共赏落日余晖下 烟波浩渺的海洋。 我真的喜欢你好久了。 几年后, 我们结婚了, 碎碎穿着白色婚纱, 微笑看着我, 如同初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